以下节目指标格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方家风评,作出适当期望管理 又到了和大家一起播放CW 剧的时间 今次要和大家讲的是 Arrow 第八季第九集 名叫 Green Arrow and the Canaries 今集其实是 Arrow 的衍生剧 就是 Green Arrow and the Canaries 的视影集 所以故事是比较独立 它和正剧本身有设定上的错置 在今集看到有看不明白的地方 我期望会否看下一集 我会有更清楚的时间 让我可以看得懂今集的剧情 我不想多讲今集的故事 如果今次的评论有看不明白的地方 你可能真的要去看一看正片 今集的故事大概是说 Crisis 之后的新宇宙 在2040 年的 Star City 因为 Oliver Queen 拯救了 Star City 之后 整个城市都很安全 Mia Queen 成为了社交名媛 就和 JJ 订了分 JJ 成为了一个好男人 Connor 成为了一个隐君子 Zoe 还在生 而 William 在 Smoke Tech 工作 另一边商 Laurel 特意回到2040 年 去解决 Star City 的危机 Dina 说她在 Crisis 之后醒醒 就在2040 年 这里好像有拔 Mia 遇上了Laurel 和 Dina Laurel 用一个记忆神器 恢复了她在 Crisis 之前的记忆 之后大家又去打 Deathstroke 究竟未来有多少个 Deathstroke 最后打完,William 被人绑走了 JJ 又变奸了 全集完 今集大家都很好奇 究竟六战俠与金斯组的坊间风评是如何? 会不会被CW电视台逐定到? 我个人觉得 今次的 Pilot 是一般的 不算难看,但也不算好看 作为 Arrow 的忠实粉丝 我有一部 Arrow 的后续作品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我总是觉得 这一部作品 会毁了 Arrow 的正剧设定 有这种语感 整集看完我最不满意的 是她最后的 Cliff Hanger 特别是 JJ 的记忆回复 因为她会令我觉得 整个 Crisis 都很遗弃 改变了整个宇宙 但至于有一个遗弃 我随时都可以把所有人 变回到 Crisis 之前的版本 我个人觉得剧组 不太懂得计算观众想要的东西 假设看《六战俠与金斯爵》 其实都是《六战俠》的原有观众 你加入了旧有 Arrow 2040 年的剧情 其实是一件好事 但同样地都是一件坏事 因为这样断了新观众 想入手新剧的可能性 而我作为 Arrow 的观众 看今次《六战俠与金斯爵》 就不是那种 我要看三个女人在打 那种 我反而想看的是 William 和 Mia 的互动 甚至我想看William 可以回复记忆 和 Mia 一起作战 当然这些很明显 是剧情之后 可能会排排的剧情 但当然剧中还有其他问题 例如 Felicity 去了哪里 剧情是完全没有交代 剧中Laurel 提到的Sarah 我硬是撈亂了 究竟她是《Legends of Tomorrow》的Sarah 还是JJ 的姐姐Sarah 而在《六战俠与金斯爵》 有看点的就是 Laurel 和 Diana 好像《玉儿日记》 教Mia 如何成为六战俠 但现在因为有记忆神器 Mia 在 Crisis 之前的记忆 瞬间恢复 Laurel 和 Diana 的作用 只有互相吐槽 今集我挺喜欢Laurel 和 Diana 的互动 即是她们两个的友情 就算是到达了整个 Arrow 的最高点 而Mia 的性格 在新宇宙的Mia 和在 Crisis 之前的Mia 其实是有少少不同的 Crisis 之前的Mia 是比较暴力 而新宇宙的Mia 是比较幸福的小宝贝 这种记忆融合后 反而令Mia 的表现是 我摸不清她的性格 而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比较喜欢她在 Crisis 之前的性格 反而是 William 和 Crisis 之前的 是同一个人 而今集应该是整季 Arrow 我看得最不想心的一集 本来Mia 这个角色 她有足够能力 去担在一部显身剧 但是这一集 即是六战合余金丝像 她没有给我一种想延续 Arrow 的事情 反而她是有一种 将 Arrow 的未来 再重新拍一次的感觉 如果这一部剧 真的逐定了的话 我会为了 William 去看下去 但是如果这一部剧 真的不被逐定的话 至少拍到一集 告诉我 William 究竟最后会如何 如果有什么留言 欢迎在下面留下 还有like and subscribe bye-bye